下拉清单的话,请你把这边选起来 因为我这边要一个下拉清单,所以我需要一个什么 最好定义一个名称,前面讲过嘛 你把这边黏跟底下的东西全部选起来 公式里面有一个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的名称在顶端列 下面的资料呢,就是我要连结的 也就是上面是名称,下面是我要连结的范围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你可以在名称管理员里面看到 这边就有个年出现了 那它对应的范围,你如果点在底下的话 它还会告诉你,你的年就指的是这个范围 记得哦,不要有错误 按关闭,好,再切回来 如果你这边要做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资料 里面的什么呢,资料验证 前面应该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吧 特别是这个非常好用 因为下拉清单很多时候呢都会用到 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有个下拉清单 以后常用的东西就下拉就好了 不用再自己key了 然后呢,清单 对不对 所以可以从那个 记得这个应该常做就熟了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这边先改清单 来源的话呢 记得哦,按下什么 F3 有没有 因为我刚刚定义了名称之后 就会有个名称出现 那利用这个方式 好像在我们前面有做过好几个练习嘛 有一个那个 检视与参照那个什么 股市 那个股票 那个配股数量表 那个部分哦 OK,那按确定 它就等于年 那其实等于年 就等于刚刚那个范围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点下去 我们的清单就出现了 OK,好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你工作表里面 这边有12个月份 不过我觉得啦 如果说 你当然可以搬过来 不过我觉得 如果这个下拉清单里面的资料 是永远不会变的 永远不会变 意思是说 一年里面12个月 它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它不会说 下一年度变11年 或变13年的话 那我建议 你这边资料验证的话 一样是清单 来源的话不用做 你干脆就这样 1.2 来源部分的话 你干脆就给它写固定算了 那什么叫固定 就是说你直接把12个月份的资料 写在来源的位置 这是写固定的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下拉 1到12月就出来了 那因为这些都永远不会变 所以你做一次就好了 OK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比较 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啦 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变 所以介绍资料验证的两种来源建立方式 一种是用名称的 那一种是 如果你将来的资料 几乎不会变的话 那你就直接把它改成这样就好了 OK 然后按确定 那我们就会有月份的讯息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做 这个可以删掉了 可以删掉了 那移过来一点点好了 好 那我们需要几个讯息 就是说到底这个1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如果我今天是选了一个2015年的12月好了 假设我今天选了一个这个2015的12月 那我应该要知道说 它的第一天应该放在哪里 再来的话 这个月份应该有几天 那30 假设31 31以后的资讯 就不能够再出现了 就要把它隐藏起来 甚至不要输出 那我需要知道 1 2 3 4个讯息 才能够得到我刚刚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 请各位先把那个 向拉清单先做出来 然后想想看 这边有四个问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